明清之际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一边传播宗教 一边传播西方科技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 西方传教士在化行为 具有积极的意义 于是对西方传教士颇有好感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西方传教士来化的本质 只是西方殖民先锋 这一点已被证实 至于传播西方科技 即所谓的西学东建 其说法显然有失偏颇 因为西方传教士将 大批中国科技知识传回西方 相比他们带来的知识 他们窃取的却更多 所以更应该说 当时是东学西建 更为重要的是 其中还有一些显为人质 又极为恶劣的事件 比如在崇祯历书的编修 以及后续发展过程中 西方传教士篡改了中国历史 误导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但让人遗憾的是 不仅崇祯没能识破骗局 康熙更没能识破骗局 以至疑惑至今 崇祯历改 为何传教士得以参加 明朝使用的大统力 改编自元朝的受实力 但天体运动会有细微改变 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日理不准 大统力在晚明交世预报中 就屡屡失误 于是历改师在必行 为了获取崇祯等的信任 以便更好地推广宗教 西方传教士将目光瞄准了历改 由于当时内阁大学是徐光启信教 于是就给了传教士参加历改的机会 1629年 徐光启申请改革立法 得到了崇祯的同意 于是在传教士的协助下组建立局 采用西方算法进行历改 显然以西法主导历改 必然引起中国传统天文学者的不满 于是就出现争议 最终由于各家观点差距较大 就形成了徐光启的西局 清天间的大统局 魏文奎的东局分别编修历书 明目力争就此拉开帷幕 明史记载 西洋算法八战八胜 徐光启 清天间 魏文奎 三支队伍分别修历 都宣称自己算法最优 历书最准 于是崇真就让他们计算交世时间 以事实说话 根据明史记载 从1629年到1635年 徐光启主持编修的新法 与清天间魏文奎有过八次十色较量 涉及天象包括日食 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 结果西法八战八胜 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 问题在于 如果西法果真八战八胜 完全碾压中国传统算法 那么西法制定的历书 应该早就该颁布才对 但事实上直到1643年 才被采纳并颁布 为何西法八战八胜的十年后 明朝才接纳西法计算出的历书 崇真历书 其实西方传教士 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被遗漏的礁石 西方学者删盖历史 智力缘起记载了崇真历改的相关事情 分为八卷明刻本与十二卷明刻本 其中通行本是在明刻本的基础上删盖而来 明刻本如今只有三本存世 分别在中国、汉国、美国 学者李良等学者 通过韩国明刻本崇真历书中的古今礁石 考核智力缘起 发现一个被遗漏的礁石天象 原因在于这一次较量中习法一拜徒底 1634年崇真写给李经天的圣旨 被记录在了智力缘起中 日誓出窥 复原时刻方向皆与大统立合 其时甚时刻其分数 为文奎所推为何 几乎有何处 短续可寻 素着翠璃天经道经显然 圣旨中说大统局 东局计算精确 由于崇真气年三月初一日的礁石 是改历以来在京师可见的最大十分日识 西法不可能不参与测算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测算上 西法大概率失败了 否则他们不可能不吹嘘 但在传教士罗亚古异传的古今浇石考中 却如此记载这一次测石测算 西法距离天密合 大统局 魏文奎皆不准确 对于此次测石测算的结论 竟然与崇真圣旨完全相悲 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被遗漏的测石 传教士对崇真改离十七测石记录的选择性 删除一文中 学者理量等通过明经各个版本的对比 以及现代天文推算发现 无论是智力缘起还是古今浇石考 对崇真七年三月初一日浇石的记载 在清代版本中全被删除 本质是因为西法计算出现严重失误 比不过中国传统算法 在算法之争中一败涂地 为了隐瞒而删除了相关史料 因此崇真七年三月的浇石测算事件中 为了掩盖失败的真相 西方传教士不仅删除了很多不利于他们的文献 而且还想要篡改中国历史 清逃之后 传教士大规模删改史料 清军入关之后 一直坚持防寒政策 对于青天监这个敏感的职务 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外邦不予加奴 一直任命西洋人担任青天监监政 第一任是康熙任命的参与崇真历书编撰的汤若旺 第二任是南淮人 后来全是洋人 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 于是 这就给西方学者篡改明清力争提供了大好机会 首先 崇真历改期间 在北京地区可见的教士 一共高达二十四次之多 按理说都该有相关的测算结果 但实际上清课本之力源起 却比明课本少了十次 被删除的内容显然不利于塑造西法精准的形象 其次智力源起崇真历书古今教史考等的明清版本内容差别较大 且清课本中全都是利于西法的内容 更为诡异的是崇真历书的各个版本中 普遍存在缺页现象 且存在均缺某一页的诡异现象 显然 书籍流传不可能导致这种诡异现象 背后原因无疑值得深思 书本印刷之后 是不是被传教士有意撕掉了不利的内容 总之 种种迹象表明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 删改了一大批不利史料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推算看起来无比精准 由此来获得统治者的认可 维护他们的地位 康熙受骗 南淮人的感谢揭开真相 既然西法并不太准 那么如何瞒过清朝统治者 尤其是如何瞒过被誉为无比英明 上知天文下之地理的康熙的呢 康熙时期 南淮人担任青天尖尖政 后来他有一段感谢揭开了真相 也给出了他若望篡改历史的佐证 见下 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 常常都会出现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 每当细细思量此事 我并不怀疑 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安慧 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 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 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 我坚持认为 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 通过观测者的粗心 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 因为他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扭转 南怀人的话 已经揭开真相 康熙也被骗了 同时 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 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 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 这句话也是唐若望等人篡改历史的佐证 然而 不是一直说西方天文远比明末中国先进吗 为何南怀人如此说 其实 时光旗指出西法只能量加减推算 约略推算 揣摩 推算 其算法也是为权备 为其上缘等 对西法的信心并不足 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当时西方天文学不比中国先进多少 不用过于神话当时的西方天文 让人遗憾的是 明朝可能还有人指出传教士的错误 让他们不敢过分篡改历史 所以当时书籍还能反映一二 但清朝仿汉之汉的政策 不让汉人涉猎天文 导致西方传教士掌管青天坚 彻底掌握了天文话语权 由此不仅导致中国天文学的衰落 而且任由他们篡改明末力争史 任由他们贬低抹黑明末中国的天文水平 更为可怕的是 西方传教士篡改历史的结果 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以至于如今中国人形成了固有认识 认为当时西法更为先进 精准 中国传统天文算法则是落后的 不准的贬低魏文奎赞扬汤若望 但实际上中西方天文水平相差并不大 甚至某些算法上中国比西方的还要先进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明末力争中西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来看 这一群人并没有什么节操 为了某些目的竟然篡改中国历史 贬低中国传统天文成就 因此他们对中国其他科技的贬低评价 也许同样未必客观公正 这无疑值得我们深思